圣灵的工作 阿们 好 我们谢谢敬拜团 所以我们每一次神的灵 借着他的仆人也好 借着不同的讲言 讲得到一定有神的 他的美好的事情要发生 阿们 听什么 很热 感谢主牧师一个风扇可以吹 我也是很热 你们下面都不热 会冷吗 洗漱应该是冷是吗 好 一起说我们要更加可慕圣灵的工作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Kio 很高兴看到你 我们来欢迎Daniel和Jory Daniel 哈喽 还有谁看一下 好了 该回家的都回家了 跟你们说很高兴看到你回家 还有再次看到韦玲 哈喽 韦玲 感谢主 感谢主 每次都要来了 哈 感谢主 哈喽 好我们来看今天 我们为什么说需要让圣灵 他的工作继续的延续 一起说因为魔鬼也在工作 很多时候基督徒参加了一个陪灵会 复兴大会 或者被祷告 有一言性的话 很感动 流了很多泪 或者参加灵命更新 真的更新 但是不代表你就每一天就放松 或者是 冷战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撒旦魔鬼 他也没有睡觉 他也不会休假 他也没有 所以跟那边说 你在属灵里面也不要 你懂吗 很多时候我们去 我们的灵里面就 所以变成我们 整个都变成 就是有问题啦 明白吗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 二者他就是要 更多人呢 不只是 我昨天讲 不是叫人不要信耶稣了 现在信耶稣很容易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左边右边的 一年多不见 或者两年多不见的人 你看一下有没有新年孔 有没有 喜悠有没有看到新年孔 因为没戴眼镜 OK 所以你看为什么 很多人都会来信耶稣 我告诉你 这边有一些人是在 这个的两年的疫情里面 信耶稣 然后成长来服侍神的 你看到吗 所以其实现在信耶稣不是很难 一起说很多人要信耶稣 所以跟你说 你要传福音 但是呢 有一个故事 他要表达就是 撒旦他们最大的诡计 他的阴谋 他的一个计划呢 他不再只是蒙蔽人 遮瑕人心眼 让人去崇拜假神 或者是放不下 祖先的一些的澎拜 那天我们为我们的一个弟兄 那天他才受洗 他就决定呢 把他的祖先牌 把他的拜的偶像呢 完全的拿掉 所以我们去帮他祷告拿掉 这样 然后我告诉他 你自己去决嘛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人是可以很容易来去决 但是呢 二者 他们这样做一个会议 这是一个故事来推动我们的 他说呢 他们开一个会议 他的会议呢 目的就是要来打击 神的教会 一起说神的教会很重要 他说呢 我们就是要 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基督徒 有很多很多基督徒 特别在中国 每一天二十多千人信耶稣 在非洲 在印度 这些人口很多的国家 甚至是现在包括中东的国家 都有很多人信耶稣的 但是呢 他怎样呢 他说呢 他怕 一起说撒旦也会怕 你要记得撒旦也很怕 撒旦怕什么你懂吗 你懂撒旦怕什么吗 圣经说我们 顺服神 不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怕到逃跑了 所以哥林卫说 你顺服神魔鬼很怕你 我告诉你很多人要赶鬼 或者赶走邪灵 赶走疾病的灵 如果他不顺服神 赶不掉的 魔鬼很喜欢找不顺服的神的儿女 所以这给你们的一个提醒 所以呢 他就说什么 他们很怕撒旦怕 耶稣真的要来 基督徒我们是 可慕耶稣再来 还是怕耶稣来 问你哥皮尔 你是可慕耶稣来吗 撒旦怕耶稣来 为什么 当耶稣来的时候呢 耶稣就让神的教会被提了 然后代表什么呢 耶稣再来那一天 代表福音经传遍世界的地级 很多人归向主 撒旦没有机会来破坏人啊 看到吗 恶者要让世人跟他一样 有一天到永远的无底坑 永远被火烧被虫咬 所以不要把信耶稣当成只是 因为神赐福我给我平安 不是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耶稣 我们没有这救赎 我们将来是跟撒旦魔鬼同居的 那个真的是永远同居 永远住在一起 永远被火烧被虫咬 所以哥林可不可以说 你要看重你的救恩 阿们 不要把这个信仰当成是无所谓 不要把这个信仰当成是理所当然 是耶稣为我们赎罪不代价 今天我们才可以蒙恩得救 不然我们是跟撒旦一样的绝集 到永远无底坑被火烧被虫咬 所以撒旦他最怕耶稣再来 为什么 当耶稣再来过后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灾难更大 有这个灾难过后呢 然后呢就要进入千禧年 这千禧年的当儿呢 就会怎样 耶稣做王 撒旦被完全的捆绑 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坏事了 所以撒旦越来越怕 当耶稣再来 慢慢进入到最后的大宝社的审判的时候 他更怕 因为最终他的结局 是到永远的无底坑 永远的所谓的地域去了 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 所以他很怕那一天 他完全被审判 他很怕 因为他没有机会离开 所以他就趁着还有机会 还有时间的时候 非常积极的要来蒙蔽神的儿女们 他要来破坏神的儿女们 所以他们讨论过后呢 他们决定做一件事情 他们就是要让很多基督徒 成为神的儿女的 活在一个昏昏沉沉 心里麻木 失气火热 不爱慕神 心里忙乱 忙 忙 忙到心里很乱 乱到没有办法专心 来知道要怎么样来信靠神 要这样的追求属灵的事 只忙着追求自己喜爱的一切 掩尼神 掩尼神的引导 没有属神的智慧 没有神的这个智慧 来带领他做每一件事 然后就做错很多事 然后就绕旷野 基督徒我不讲不信主的 然后就绕了很多千 一年两年三年同一个问题 然后没有办法成长 然后呢放纵情意的过日子 顺着情绪过日子 然后呢人的心常常都不在 可能回到神的教会 读经祷告没有办法专心 因为每次来到聚会都想着明天的工作 哥你可不可以说你都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弟兄要鼓励你 为什么神设立安息日 为什么神设立我们要来守主日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人呢会忙到每天每夜的 比上帝还忙 哥你可不可以说你不要比上帝还忙 上帝创造人类第六天过后 上帝说我也要休息啦 你懂吗 所以牧师呢我每次说什么 我星期一尽量都不要去忙 除非是急事 我尽量星期一我就是放松 当然放松不是什么都不做 还要做家务 还要打扫 还要种种一些调整一切东西 但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知道 二者他要让我们不能够专心认识这位神 信了主 不知道神的话 不明白真理 不会祷告 不想祷告 我觉得这样很浪费啊 跟你们说不要浪费神的恩典 懂吗 不要做一个不知道 或者一半知道 我以前牧师就曾经是过来人 我告诉你 我信主八年一点都不会读圣经 一点都不明白我的身份的意义 不明白我活着的价值 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我只知道我考试耶稣给我考成绩好 真的耶稣就让我考成绩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知道只是为着读书那时候学生时代 我知道耶稣祝福我将来前途 这样罢了 我一点都不知道原来神可以使用我们 我也更不知道原来神的灵可以使用我们 恩高我们去成就神奇妙的作为 所以跟你们说你要认识神 为什么我们要紧紧的跟随 每一天不管你有没有来教会那一天 你就是很信实的 神啊我要认识你 然后呢 打开你的圣经 好好的灵修祷告 神啊我要认识你 神啊我要知道你创造我的目的 神啊你要带领我做每天的事情 让我有效力 让我荣耀你 一起说神要我们依靠他 所以呢你会开始怎样 当你这样跟神亲近 你就会积极 你懂吗这边讲什么 没有紧迫感 什么紧闭感 就是说耶稣再来你也没有预备 然后呢我们有一天要见耶稣 也要预备啊 对不对 可能我们等不到耶稣再来 但是我们总要见主的 那个五个童女 他就是遗嘱 这个新郎来了 他却没有预备好油 来不及了门关了 有没有 还有那个一千两的仆人 哦那个主人给他一千两 他就怎样都市 哦 互相话叫什么 给抢 跟人家说不要给抢 他就自己做神 他就自己做神 哎呀我怕你生气 我把他埋葬住 啊等一下你来 我会圆圆板板给你啦 你看自己做神 可是主人说什么 你要用这一千两去经营 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生命气息 神给你活着年日 神给你不一样的才干 神给你学习不同的事物 包括你在读书年日学的 包括你在职场学习的一切 都是可以什么 要来荣耀神而做的 包括神给你的家人 给你的伴侣 给你的男女朋友 给你的儿女 都是让你可以去成为他们的祝福 他们要成为你的祝福 所以不再只是你自己 一起说我不再是自我的 所以记得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正在一辈当中 一辈等候主再来 一辈见耶稣 一辈拿奖 阿们 阿们 所以你不要把这种 我只是一辈地上的 我就是要赚钱 我就是读好书 我做好工 我要存我一桶金 然后赚一桶金 然后呢我就是要结婚生子 然后我只是要发达 还了 跟你各位说 这样的话非常可怜 你要知道耶稣说什么 今世他要给你百倍 还有来世他要给你荣耀 给你奖赏 将来与他同作王 阿们 请问将来才是永远你的吗 对不对 这地上是暂时的 所以那不是代表 你在地上懒懒散散 注意听来 看这边不要按电话 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 将会成就你在永恒的一切 所以你要不要很愿意的 做对的事 如果我们在世上 都是懒懒散散的 或者圣经讲的那个 又恶又懒的 给抢的 多事的 神没有这样讲 你这样做 走在神前头的 我告诉你 将来在永恒的国 我们会很悲哀 圣经说 爱哭切齿 哥林月娥说 不要爱哭切齿在将来 而且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没有办法悔改了 没有办法要做主公了 没有办法要救灵魂了 没有办法生命活出神的生命了 因为那个是绝集 你看一部电影的绝集 没有办法改变了 就像有些人在这世上的年日到了 没有办法改变了 就要离开了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来不及 来不及这种状况 所以记得今天早晨我们要明白 一起说我的灵不可以沉睡 一起说我要苏醒 再讲一次 我要苏醒 什么是沉睡 等一下我会解释 什么是要苏醒 等一下我会完整的讲 沉睡不是说你不可以睡觉 沉睡不是说你不可以做该做的事 苏醒又是什么 所以这边讲嘛 对人有这个感受 然后对灵魂有负担 跟你们说你要看重每一个生命 很多人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和生命 没有看到别人的 所以鼓励大家 你是神的儿女们 一起说耶稣为生命来到这世界 所以我们身为他的儿女 我们就应该效法他 我们要跟随他的角中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注意你身边的人 包括你的家人朋友 你的灵舍 或者亲戚朋友 对不对 像那天有一个姐妹 她透过另外一个阿妹姐妹的 这个的媳妇 就说有没有教会的牧者 或者教会的人 可以来跟我的妈妈辅导一下 她得了默契癌症 可是呢我以为她很积极的 我感谢主有这样的 神的儿女们要积极快点 带领妈妈信耶稣很好 所以我也配合嘛 我各一天就快快打给她 好我们今天就去了 因为她默契癌症不能等太久的 所以我们要去的时候 她竟然打电话来说 唐牧师啊对不起啦 我看你们不要来先 等我跟妈妈谈一下 不懂她要不要咧 不懂她要不要听 不懂她要不要迎接基督徒的人 来她的家 我先生跟她讲 谁知道呢 一拖再拖 等了半小时没有来 等了一小时没有来 过后我跟贵人和瑞 好了好了 我们暂时就不等了 各自做自己东西 我就念歌了 谁知道旁晚大概六点多 我们阿妹姐妹 传简信给牧师说 牧师啊 这个姐妹的妈妈 刚才已经回天家了 哎哟 我的心真的是 伤心 不会破碎 是伤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是灵魂 这个人是还没有认识耶稣 为什么你这个女儿信耶稣 你却不要积极的快点 给我们去跟她祷告也好 神可能感动她要信耶稣 为什么你要帮她做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基督徒自己做神 我们这个朋友哪里说他不要 你把自己当成他吗 不是 我告诉你看有一些人 拜拜的很严重 啊 管妙的 可是当我们跟她传婚 她就是要信耶稣 因为你不知道她内心深处 她的灵魂深处 她在等候着 有谁才是真正我的救主 我下一刻可能要离开这世界了 我很怕 你不懂吗 所以人在灵中那一刻 她更需要快快的来领受主的救恩 就算她当时候不信没关系的 我们跟她说 当你在最可怕的时候 请你呼叫耶稣 当我代表什么 代表当恶者来了 当撒旦要来捆绑你 要来吓你 要来捉你 所谓的把你带到可怕的阴间去 你可以呼求耶稣 你也可以得救 阿们 因为圣经说呼求耶稣就得救了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常常跟那些老一辈的 或者亲戚家人 跟他们讲 所以他们表面不要信耶稣 还在拜拜 没关系的 因为神还是爱拜拜的人 神还是拜那些不信的人 但是我们只跟他说 你到那一天 你真的最无助 最可怕的那一天 你就呼求耶稣就对了 有一个人 神明牧师讲过的一个见证 有一个年长的 uncle来的 他就是在世的时候很刚硬 不要信耶稣 然后他死了 他真的死了那一刻 他忽然间在死的那一个阶段 还没有完全死的那一刻 他感受到火 他感受到那个热就来了 感受好像那个恶者出现 要来抓他 他感受得到的 所以那一刻呢 他就想到 曾经有人跟他说叫耶稣 他立刻叫耶稣 这样吧 忽然间那个黑暗的势力离开了 不止这样 他还有机会活过来 原来神要使用他 没有让他这么快离世 所以跟你各位说 你要火热起来 懂吗 所以基督徒 如果我们像刚才讲的那个例子 这叫一般火 灵里是沉睡的 不明白什么最重要 阿们 电话帮助一下婆婆 来 年轻人 快点 帮助他 哈啰 年轻人 因为他婆婆不会 好 我们下来 来一起说我们要苏醒啦 来一起说不要打盾 不要睡觉 要警醒 每天早上起来 或者晚上睡觉前 睡觉前你讲不要打盾 你不睡不着 不要来 早上比较好 不要打盾 早上做空 不开打盾 来机会 不要打盾 不要打瞌睡 梦荒高 爸爸要讲 然后呢 不要睡觉 常常跟你的灵说话 懂吗 我不叫你人不要睡觉 我说你的心灵 一起说我的心灵要苏醒 不要懵叉叉 跟你们说不要懵叉叉 懂吗 懵叉叉真的很可怜啊 不明白 疑蠢疑美 哎呦好可怜哦 然后要警醒 一起说要警醒 你看到吗 一个人如果沉睡 他没有办法警醒的 懂吗 就要像耶稣说 耶稣来像贼一样 所以他说要警醒 阿们 好 我们今天要来看什么 一起说 今年要新酒浇灌 阿们 所以为什么我们延续上个星期 我们的总监督 这样的来到 传递一言性的话语 记得有时候听到 他不只是一场道 他是一种推动 一起说推动 他是在推动我们前进 他是让我们可以走进 那个神 所要成就的一切了 阿们 所以这个圣灵的江河 要继续涌流 一起说 我渴慕江河永流 你要开始渴慕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每个人渴慕 你不渴慕 你就在那边怎么样 沿地踏步啦 懂吗 来一起说我们要跟着来 然后呢 英文说什么 Fullness of Holy Spirit 上个星期 巴塞拉人所讲的 有没有 可以讲是圣灵的满意 一起说圣灵要满意在我身上 不要一点点 以西结束说 不要只是在脚踝 也不要只是在乞丐的地方 也不要只是在腰 要到达那里 肩膀然后越过 阿们 叫做福悲满意 一起说圣灵福悲满意 像当时候 所得的教会 他们被圣灵浇灌过后 真的福悲满意的圣灵 他们从此没有否认耶稣 他们不会打瞌睡 他们不会睡觉 格里面说不要沉睡 还有什么 他们心里火热 他们心里非常火热 都要把福音传遍整个耶路撒冷 然后包括史鲁保罗 过后也很火热 传遍坏帮人 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得救 所以格里面说 你的火热会造就很多人 你不要忘记 刚好讲那个姐妹 如果她是火热的 她的妈妈造就信耶稣了 为什么等到末期癌症 才来说快快带领她 又没有积极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有一次我跟桂莲 对不对 还有瑞 我们去传病给一个老人家 要快点跟她受洗 我们要受洗的时候 那个房间出现一个人 我也是好人 看她白白 可爱可爱这样的姐妹 她发现说 你们不要跟她受洗 我说你信耶稣 是啊我信耶稣 不要先 不要先给她不要先 我杀掉了 为什么 反而那个信耶稣的她的丈夫 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丈夫 没有主子 她丈夫讲 OK啊你们要做什么去做吧 没关系 这个信耶稣的房间出现了 来拦阻 我真的是觉得 今天啊 坦白说啊 有时候是真的那些已经很懂 以为自己很懂的基督徒 反而是一个破坏 所以跟你们说你不要搞破坏 真的 如果是神的心意的事 我们不可以唱反调 神的心意是不要去独掌 将来你就厉害了 你就知道厉害了 耶稣跟你算账 真的 圣经说如果我们拦阻人来信耶稣 我们留人血的罪 你懂吗 你拦阻的人 人家要来认识耶稣 你不给他听 或者是那个可以听耶稣 你不跟他讲 哇将来我看我挖一个洞 不能见耶稣 耶稣为谁 耶稣为失散的人流血流 受苦的 耶稣为这失散的每个罪人 来到这世界 无论他是黑的白的黄的 什么语言的人 耶稣都爱他们 阿们 所以弟兄妹真的 我们一定要苏醒了 我们一直沉沉睡一睡 不在乎不在意 我告诉你 有一天神说 你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一起说我们要真知道神的心意 火热的侍奉他 不要沉睡 来再讲一次 苏醒要在圣灵里 好 这个经节我们其实都很熟悉 四篇二十三篇三节说的 他使我的灵魂 苏醒 一起说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 他的名 谁的名 一起说耶稣的名 你看到吗 所以你是很宝贝的 你是很重要的 耶稣为了他的名义 要来引导我们走异路 这就代表什么 耶稣来到这世界 担当我们的罪 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 灵魂开始苏醒 圣经说耶稣是活水 有没有 耶稣告诉那撒玛夫人 你喝了我给你的水 从此不会渴 你会口渴吗 会的 但是耶稣你喝了我 这个给你的活水 从此不再渴 代表什么 我们应信称义 所以原来 我们的灵魂苏醒那一天 是从你重生那一天 你刚刚受洗的 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 你的灵开始比较苏醒了 因为什么 你正在走着 神给你的义路 阿们 所以你会开始得胜的 你会开始说 这个不可以讲了 以前爱讲这个话不可以讲 这个事不可以再做了 会这样的一个改变 有没有 有没有 阿善的这个 微吩咐有没有 有 什么事 可以讲一下吗 他点头 他才刚刚信主 不到一个月 你觉得有什么改变吗 不敢再欺负 阿善是吗 给他鼓励掌声 好 我告诉你 圣灵其中一个 祝福就是 让卓业在你身上 你看 你看当你开始认真说 耶稣你教导我 帮助我 开始跟神有沟通 然后又领受祂的话 你会开始很着夜的 耶稣不只让你得救恩 灵魂苏醒 祂让你活出祂的着夜 活出祂的智慧 活出祂的喜乐 活出祂的健康 有没有 有没有不要喜乐 有哦 你看到很多都有 只是讲不完 感谢主 所以我们的这个 阿善跟他的男朋友 什么 这位婚夫什么名料 韦伦他们的两位 将要步入 真正的婚姻了 阿们 给大家鼓励掌声 希望很 应该是六月份 六月份 大家可以来一起 开开心心一下 应该礼拜天早上 都可以来参加一下 我们下来 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 也告诉我们 他说什么 你们晓得现今 现今一起说现在 他说什么 就该趁早睡醒 一起说我要睡醒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出现的时候 更近了 更近什么 更近我们主再来 更近我们跟随神的道路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可以再说 拖啊 再拖啊 谁是很喜欢拖拖拉拉的人 不要急耍 自己悔改 求神改变 整天拖拖拉拉 拖拖拉拉 你懂吗 只有一件事可以拖 什么是 救灵魂的事 什么拖的吗 等候他 不要放弃他 可以拖一下 不要这样放弃他 只有这件事情 为什么 圣经说神没有这么快来 他说什么 他担言来 因为还有很多人 没有归向他 为了救灵魂 耶稣忍耐在这世界 拖延时间 在这人当中等候人 有没有 然后呢 花时间去找那个 克拉森被鬼扶的 拖一点时间不吃饭 拖一点时间不喝水 拖一点时间不睡觉 为了救灵魂就可以 为了造就人是可以 阿们 所以跟你们说 我们要积极了 以佛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 更是给我们看到 一个苏醒的重要 和一个不沉睡的重要 来一起说 谨慎行事 一个苏醒的人呢 他就会谨慎行事 他不再冲动 他不再努莽行事 他不再乱乱的讲话做事 请问你有没有这样的改变 那天我听过信仪姐妹讲 以前他就是很容易什么 乱 很容易冲动做事 对不对 冲动就花钱啊 花钱没有 没有 没有办法控制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当他开始跟神亲近 他真的跟神亲近 跟神的灵亲近 跟神的话语亲近 然后伟生在团契服侍的学习当中 他就觉得怎样 他开始可以谨慎行事 一起说我们要做智慧人 不要做仪着人 仪着什么 仪着什么 仪媚 仪媚是一个沉睡的人 最近啊 一个人常常仪媚 他就越来越沉睡 不会苏醒的 什么是仪媚 不要改变 听不尽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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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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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你身边的家人 儿女 或者父母 伴侣 或者主内的同工 弟兄姐妹 领袖 跟你讲 哈喽 你不要这样 你要很感谢他 可能他讲得很直 可能他讲得很露骨 本来没有人知道 他讲出你的软弱 你要说谢谢你 你终于讲出我的心理的问题 没有人知道 耶稣通过你跟我讲 好的 我愿意去悔改 懂吗 如果我们今天不愿悔改 我们就是一个疑蠢的人 疑媚人 而且你要知道 圣经说要彼此欠勉 因为主来日子静了 不要停止聚会 所以为什么当那天 韦玲她传信 我就传信给她 我说韦玲欢迎你 快快回家 回家 她很智慧 她来 阿们 她没有说 我不用 我不用 就是不用 阿们 所以跟你们说 我需要你劝勉我 然后什么 跟你跟你们说 我需要你爱心跟我讲真话 你要渴望人家跟你讲真话吗 还是每个人跟你旁边 你很好 你很好 你很乖 谁知道坏到要命 很可怜 我觉得这样很可怜 所以你可以拜托你身边的家人 伴你 儿女 拜托你跟我讲真话 好不好 然后跟你组长讲 拜托你跟我讲真话 我什么不对你告诉我 要不要 还是只喜欢听 我开心的 不要讲我 不要讲我 这种人 真的是可怜 一昧 然后呢 爱惜光阴 因为时代写了 一起说 我要爱惜光阴 一个沉睡的人 是不爱惜光阴的 该睡觉不睡觉 该吃饭不吃饭 乱七八糟 没有时间观念 该起身不起身 然后呢 把错时间用在错的时间 把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 哎呀 真的是很乱的 事态邪恶 所以今天记得 神要你领你苏醒 是让你有智慧 做时间管家 再来十七节 一起说 不要做糊涂人 你看神不要你沉睡 因为当你沉睡 叫做糊涂人 糊涂人是什么 是什么 不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跟你说 你一辈子要明白 神的旨意 不管你在人生 什么阶段 不管你是单身 或者上个礼拜 八三日 会一群人 我叫单身的 有一天你都会有办理 或者已经有办理了 你都要明白神的旨意 阿们 你要明白神的旨意 如果孩子 也是要明白神的旨意 要怎么经营 要怎么建立 要怎么教育 然后你在神的国度 到底你是怎样 要做什么 要明白 明白了就要去做 对不对 每一个阶段 不管你到达 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 七十岁 唐爸爸 八十二岁 不要弄电话 唐爸爸抽起来 他都要 他都要知道 要做什么 所以每次我跟他讲 你早上起来 就是敬拜祷告 做运动 做代祷者 为着所有人提名祷告 为着国家祷告 因为他喜欢讲国家的 每天听他讲国家的 他很爱国的 他很爱国家大师 会跟你讲的 你要听他讲 请你听他讲很多新闻的 他就是我的新闻播报言来的 我不用听新闻 他讲新闻 所以弟兄妹 你看到吗 每一个人都有岗位 跟你们说 神要用你 我们来看 圣经里面有几个人物 是我们要提醒的 一起说我需要被提醒 或者被警惕 这些人就是一个例子 灵里沉睡 灵里蒙叉叉 第一个 就是这个祭司以利 这个人是神捡选的 是专门管圣殿的 要圣洁的 不允许任何罪恶在圣殿的 加上今天我们是牧者 我们是同工 我们是神的儿女们 我们不可以随便让人 让我们去犯罪或者伤害人 或者让别人犯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切 所以这个人他没有的 他就是麻木不仁 没有敏感的 为什么 无视警戒 心不清静 什么意思呢 当萨姆尔小小的时候 萨姆尔 他听见神呼唤他 萨姆尔 萨姆尔 萨姆尔一点都不知道 叫像娃娃很小的时候 娃娃现在很大了 他哪里会懂神在说话 不知道的 他就去问他的所谓的师父老师 以利啊 请问为什么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以利不相信是神 直到第三次 突然间以利利就说 是是是 应该是神跟你说 然后神跟萨姆尔说 他要审判以利 哇 很可怕对不对 就好比当年 上帝借着萨姆尔先知 告诉这个的大位 我要性请你做王 我要去绝了这个扫罗王 所以今天代表什么呢 一个要跟随神 要来走神道路的人 我们不可以无视警戒 以利利就是不管神的警告 他允许他的儿子们 在圣殿一行凝乱 神是什么 吃了那个祭物 不是给他们的 他们拿来贪婪 为什么 因为以利他的心 没有亲近神了 所以跟你们说 你要常常亲近神 我这边直接讲的 就是说我们灵要苏醒 要亲近神 我们灵如果不要沉睡 我们要注意神的警钟 神借着人跟你警惕 神借着一些事情困难 挑战在警惕你 对不对 神让你身体可能有一些不适 来警惕你 不可以乱吃了 有没有 神借着这世界的灾难 这些的疫情 这些的各个的国家的战争 圣经讲国打国民打民 耶稣快要来了 所以一起说要警醒 以利没有 所以最后以利自己被神审判 家族被完全的被神拒绝了 就要像扫罗王一样 再来我们就来讲扫罗王 扫罗王呢是一个 就是很沉睡 或者讲当大卫靠近他 当他追杀大卫的时候呢 大卫靠近他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王呢 他怎样呢 他临死之前 还不知道悔改 你看神借着大卫施恩于他 大卫本当可以杀他的 本当可以杀他 靠近他 但是大卫敬畏神 一起说敬畏神 敬畏神就会快快悔改 很重要 所以敬畏神 他就不会轻看神的管教 这个的扫罗王轻看神的管教 而且什么 那天我们听到总部师说 他找借口 推卸责任自己不悔改 讲是人民要他 把那个乳来的 这些人啊 这些东西收留起来 推卸责任 来说我们要谦卑认罪悔改 这样的话我们的灵不会猛茶茶 你看有一些人牧师也是讲 讲讲 还是没有看到改变的 我就说神啊我讲不了 你去讲 我说神啊你跟他讲 因为我人的嘴巴讲 他听不听不进去 他不想改 神啊请你向他猎天而讲 神啊你让他有异梦 神啊你让他尽力你 哇保罗说什么 当然我对这边人没有这样祷告 保罗什么把交给撒旦 我不敢出这招 因为这招呢我是怕很怕 很怕那个结果 因为我很怜悯 我很爱 当然不是说我们这招是要害人 保罗说什么 交给撒旦是让他精力破碎 让他悔改的目的 不是要来赶走他 不是 所以跟你们说 我们要忍耐那些软弱的人 阿们 忍耐一下好不好 子威 他很有耐心 哇那天为着我们的妹子姐妹 剪指甲哦 哇 我看你像那个玛利亚头发 拿来沾耶稣的脚这样 哇帮老人家 为什么你要趴到这样我不明白 他趴住 趴在那边 为什么不可以坐在椅子 叫他脚翘起来 你坐椅子这样旁边剪 你趴到这样我帮你扭到腰 你懂吗 他趴在地上 跟老人家 这样剪指甲 他在地上这样剪 好不好给他鼓励掌声 真的 这一幕 天使 咔嚓 咔嚓 什么叫什么 打卡 打卡 帮你打卡了 天上记录 天上记录 可能你在天国天使帮你剪指甲 OK第三个 这个蒙茶茶第三个人是谁 哦 伊利亚 伊利亚很奥的对不对 哇 行神机 火从天上降下 伊利亚他的祭物 打败那四百多个假仙子 厉害吗 很厉害 跟你说很厉害哦 很厉害又怎样 很厉害 也有蒙茶茶的时候 当这个耶洗别更厉害的出现 你看到吗 撒到魔鬼的时候 会让一些事情发生 来时到我们会被吓到 有没有 会被吓到的 然后呢 他就这样 他就怕到 我一个人哦 一个人逃啦 身为一人 然后呢 在那边等着求死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你看他 之前得胜 过后 心为一人 求死 我们的人生 有时这样 哇 很高昂 哇 很厚哦 哇 很积极哦 突然间哦 突发失去 哇 神啊 为什么我这样爱你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 神 我不是很会积极传福 因为什么会这样 神 我每天读经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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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精神 祷告 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 心灰意冷 在末日子很多的基督徒 不爱主 十七爱 十七火热爱神 事奉神 因为什么 可能活在受伤 看到吗 很多人离开教会 或离开团祭 或者离开事奉 更年 是什么 因为自己心灰意冷 所以亲爱的 各位跟你们说 你灵力苏醒 就不会心灰意冷 如果一个人 像以利亚 当他在心灰意冷 那时候 神跟他说话 他听见 所以他就不再惧怕 他就可以有开始盼望 所以我鼓励大家 无论你对什么人 事物与失望 包括可能家人 你最爱的人 你要做一件事情 更要聊到神面前 神啊 我要寻求你 神啊 你抑制我破碎的心 不然我们可能会 变成忧郁 压抑 就像那天我们去拜访一个姐妹 哇 他变成忧郁症了 然后他听不进我们讲什么 而且他之前忧郁到怎样 他都不要好好信耶稣 所以很可怕的 所以跟你们说 神是你的盼望 不要心灰意冷 阿们 最后一个人是谁 我们的可爱的彼得 他呢是很会积极的 我来 跳下水就是他 对不对 走过这个的水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一个多积极的人 他也会体贴肉体 也会不警醒的时候 当耶稣带着门徒们 在克西玛里面祷告 这个彼得啊 跟其他人一样的 咕 咕 耶稣说祷告 咕 在睡觉 有没有 有时候神透过人跟你讲 来一起啦 又在那边睡觉 可能今天睡觉不是你的兴趣 可能很多人就说 我没有空我要看电话 我没有空我要玩游戏 我没有空我要看戏 我没有空我要吃东西 都是满足私益的在 在缴绕我们 这世界人是这样 我没有空 但是呢 很多时间花在不必要的事情 所以弟兄妹 贪图享受 现在就是二者的计谋 我们末日子呢 很多人有这种高科技 本来是好的 那这魔鬼可以借着高科技 让我们迷失 让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有没有 然后呢 把自己弄得很美 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美 有没有 有些人 有看过一个中国人放的 他就 他就播那个影片短短 他就去见那个 所谓他的梦中情人 他就见他 他就看 怎么跟我 你的照片不一样的 他就吓到怎么样 跑掉了 你看到吗 所以现在的人 真的是很不真诚 所以跟你们说 你要很真实 很真实 哈啰 真实 因为基督徒我们不怕的 平凡没关系的 然后像阿南没有什么头发 也没关系的 你看他现在很光溜溜 在这边了的 他不再戴帽子 比较好看 戴帽子不好看 戴帽子比较 阿伯 没有戴帽子 是Uncle 现在很好看 真的 很骗你的 而且你的脸型是适合的 因为你有一个特别的 不懂怎样讲 可不脸 OK 还有一个故事 讲给你们听 有一个人我可以放出来的 油推骨 这个人是少年人 一起说 我是少年人 年轻人讲 少年人 这个少年人呢 也很渴慕啦 还是有听到 来聚会这样 但是他选择在窗口 可能当天是夏天 我不知道了 甚至没有记载 他就在窗口 坐在那边 我想象嘛 想象你也想象一下 他就听到了 听保罗讲道 听艾芬牧师讲道 听啊 听啊 可能贵连就躲在 门口听啊 听啊 这样 然后 然后突然间 这个油推骨呢 听了 慢慢就打瞌睡了 听不大明白 好不然又起来了 我会再听 听听听 像贵连家眼睛震大大 其实要睡觉了 然后又再听听听 又睡回去了 然后第三次 这是我想象的 圣经没有讲第几次 就听听听 哎呀 好意思睡一下 睡一下 发现这样怎么样 下起来的时候 死了 没有起来 在地上 因为他从 听到听到 倒 跌下去 死掉 千万不要 我们在聚会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没关系 像我们的Selly姐妹 有一次他领尸 领到回天家 我们很荣耀 他很荣耀 但是千万不要 听到听到 这样的一个 睡觉的问题 这代表什么 懂吗 一个人 他可能 在属灵里面 他的心呢 是睡觉的 他的心 是好像死了的 当然这个人 也有怜悯 神的恩典 可能他还不懂事 所以耶稣就借着什么 保罗为他祷告 他得一致 然后互活 但是这代表什么 今天我们在属灵里面 当你来聚会 当你来听到 你就要预备心 一起说预备心 你不要昨晚凌晨四点睡觉 然后你说你早上 会有精神 天下来听到 你就在那边打瞌睡 包括你去做工 你不要说 哇 天下去做工 然后你昨晚三点不睡觉 我们是人 跟你们说 你的身体是要休息的 你要懂得 这个是神的电 这个是神的给你的生命 能够活得健康 是你有责任的 好不好 跟你们说 你有责任 好 现在我们讲四个 很重要的 一起说 我要灵力 苏星 一样福音七章 三十八到三十几节 这个很重要的经文 一起来读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府中要流出 活血将何来 这或是指着 信他之人要受圣灵的 来一起说 我的府中 有活水将何 为什么你看到 很多时候 有释放会按在肚子 圣灵充满按在肚子 明白了吗 这个话语的意义 来按在你的肚子一下 虽然肚子很大 堂爸爸 按住你的肚子 堂爸爸 哈啰 跟他讲 按肚子 按肚子 他肚子最近很大 那天我跟他拍拍一下 好像生孩子这样 按住 封耶稣的名 肚子要小 封耶稣名 肚子要小 其中一个你可以宣告 不要贪吃了 节制 然后封耶稣名 堵难退去 真的 这个是我其中一个祷告 我们每次宣告这个的 封耶稣名 堵难退去 来讲一次 封耶稣的名 堵难退去 OK 不是这样 现在是讲圣灵了 圣灵活水 在我们这里 他要涌流 一起说要涌流 就说他不是一个 没有流通的河水 明白吗 他是一个会涌流 代表什么 有硬坐 有感动 有推动 有这种的催住 所以使徒行传教会 他们被圣灵充满过后 有没有 圣灵就催逼他们 去那边传福音 圣灵就禁止 给他不安 不要去 圣灵在他们里面开始说 派保罗班拉巴出去 这叫做什么 活水 这叫什么 一起说能够听见神 如果今天你里面不是活水 是一个已经沉睡的 是一个已经被蒙蔽的 是一个被挟制的心灵呢 代表什么 听不到 神跟你说不要去 你还去 挥水 神感动你不可以做这生意 你还做 亏大钱 神告诉你这个人不可以掺 因为他要骗你 你还掺他 真的吗 所以这个活水不是说 只是牧师 那是侍奉神才用的 一起说每一天我需要活水 当你活水 你做什么 有知会 有谋略 像我们的 伟伦弟兄讲的 哇 越来越有知会 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明确的一个方向 好不好 我告诉你 我们人有限的 如果我没有活水 我告诉你 我今天不会活在这里 真的我不会在这边 我还是一个贪爱世界 爱慕虚荣 或者是爱自己 在这世界打转的人 然后没有喜乐 也不会讲话的 我跟你讲 因为我喜欢艺术东西 我可能就每天在电脑前面 现在是电脑世界 在那边画画吧 或者设计 我不可能突破我的性格 人际关系 和表达能力 但是我里面活水那天 耶稣是第一个活水 过后呢 圣灵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流通的活水 所以他让你可以前进 一起说我可以前进 我可以成长 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阿们 所以那天我看到 这个瑞瑞他们的小组 对不对 大大小小皮尺祷告 看到吗 可能他信主不是很久 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 要起来有一天 在这边弹吉他 你要成为活水的一个管道 阿们 所以弟兄妹 我们都可以的 这边讲什么 受圣灵说的 好 三个 现在才讲三个 一起说 生命改变的苏醒 当你里面有活水的时候呢 这个圣灵 他要让你可以不停止的苏醒 其中一个就是苏醒 所以原来到我们里面 有这个圣灵的活水呢 我们都同以赛亚书所预言的 44章3到5节一起读来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 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一起说 我是口渴的人 我是会干旱的 所以你的灵人 他有时候会累的 他需要有神的话 他需要活水 他需要圣灵的浇灌 充满 所以在以赛亚书已经预言了 他说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你的后裔 将我的福 浇灌你的子孙 哥 你可不可以说 你的后代都要有圣灵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个 灵里沉睡 不可恶神不追求神的 我们真正的肉身的后代 或者属灵后代 真的会有圣灵活水吗 有真的神的灵浇灌吗 你自己想一下 下来 你们要发生在草中 他们要发生在草中 像溪水旁的那种树 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华的 一起说我们是属于神的 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 又以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华的 并自称为以色列 好 我稍微解释 看下来 这个以赛亚书 这边预言的就是 在新耶讲的 我们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还有五旬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 圣灵从这样的一个经文 他说他要浇灌口渴的 有没有很口渴 问你个边你会口渴吗 口渴就要怎样 喝水给牧师喝水一下 你们也可以喝 我们这边很多人很想喝水 尤其是银贝姐妹 她的水壶比牧师大四倍 很好 请问当你口渴 你喝水过后 你会觉得怎样 舒服 有没有 觉得可以 可以过日子 尤其那些 三天被关在一个地方 没有水喝 会脱水的 没有水是会 使人的 对不对 没有吃几天不要紧的 最多是瘦 一些 但是没有喝水 人真的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可见得神用这样做一个比喻 神的灵浇灌就要像你很口渴啊 哇 我要喝水这样的吗 干旱 哎呦 干旱裂啊 那个地裂到没有办法长植物的时候 他需要什么 需要快点下椅啊 你懂吗 那个干旱的人多么需要 来一起说 神愿意充充足足足赐给我们 所以你今天不管你是谁 你累了吗 你很累了吗 你灵里面很疲惫 你灵里面很多重担 你灵里面觉得很苦恼 很没有能力 这叫做 缺乏苏醒的状况 你就要怎样 这边讲什么 神说他要来教官 所以一起说我要靠近神 所以昨天我教大家很简单 我现在立刻先教了 你无时无刻都可以靠近神 为什么 一起说神在我里面 所以教你一个 时刻刻刻有神浇灌的方法 当然第一个你要读神的话 常常 然后呢 想神的话 其中一个想 当我们想神的话 也是神在这样的浇灌在你的灵 记得神的灵 将神的话 常常来让你里面对保足 但是另外一个方法更坏的 就是什么 当你时时刻刻 下车啊 等人啊 在做工啊 没有人在吵你啊 没有人讲话 没有人沟通的时候怎么样 你就 做什么 炒饭炒菜 地上在做工 那个东西做得很快哦 我告诉你 牧师煮饭哦 我不想很久的 打开冰锅 圣灵帮住我 因为我不可以花太多时间做这些 没有空 ok 所以我很快的 来哥哥说 圣灵要成为你最好的助手 懂吗 所以你时刻刻刻 因为什么你的灵会很累 哎哟要煮饭 你要煮什么 你不要埋怨 你应该立刻我 Korata Korate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要煮饭了 圣灵告诉我要煮什么 因为什么你 反正你祷告没人敢叫你吗 也没人讲你疯了 对不对 没关系的 然后你做工没有人在office Korata Barashikorata Korata Barashikorata Korata Barashikorata Hana 惠灵在做账 Korata Barashikorata Korata Barashikorata 完了 我告诉你了真的 以前我在办公室做工 我还没有来教会前时间 我的办公室就我 我一个人 每天就是我一个人 我大哥大嫂都跑外面的 我负责他们的账目 然后我一个人我保了 Korata Barashikorata Barashikorata 做完了 我就在我的办公室 Korata Barashiko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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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常常这样的 然后我忽然就想到 我要帮他做什么 我想到 这个地方可以摆设东西 我告诉你是这样来的 来说圣灵很厉害的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很容易就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有什么想法 我要讲设计东西 Korata Barashikorata 跳舞 Korata Kurata Kurata 跳出一个奇妙的结招 舞灵高手 那个跳舞的舞 真的 你看刚才牧师在跳的时候 我在心祷告 Korata Kurata Korata Kurata 我就这样 痛痛痛这样 有没有 别人不要看我跳 我是顺服着神的 引导的歇息 阿们 所以教你们了 跟你们说 你要常常祷告就对了 好 第二个 我们直接跳第二个 因为我就不讲太多 第二个就是一起说 我的灵要饱足 记得第一个讲 你生命改变 生命改变 生命改变的一个 苏醒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 我的心好饱足 一起说很满足 一个人内心满足 他才会苏醒 对不对 如果今天吃不饭 或者是我们喝不够水 睡不够觉 然后你就会没有能力 所以我们看 这个以赛亚书55章 一到五节的 全世界最不用花钱的事 最不用你付任何的钱 一分钱都不一样的事 但是很多人不要 我们来看 你们一切干渴的 都当就进水来 没有赢钱的也可以来 一起说 亲近神不用钱的 你今天要亲近牧师 还要踏车 驾车 花油钱来找我 对不对 我讲一个比喻 你今天如果口渴了 你家里的水不够 你要去外面买 还是叫外卖 要不要花钱 要的 可是今天你的内心枯干了 枇杷了 你还要去到处找人先 你却不要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以赛亚他在发出一种呼唤呼吁 一起说神呼唤你亲近的 你看看他说什么 干渴的 一切干渴的 不管你是老的 年幼的 年少的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看那些不信耶稣的 他们在急难中 这可以救我 耶稣就派人来 这也是干渴的人 你懂吗 干渴不是说 他的内心 信了主的人 还没有信主 人也是很干渴的 都可以来 曾经耶稣比 他叫的那些正常的人 不要来 不要来那个宴席 他就公开了 所有残缺的 来来来 来来参加宴席 明白他讲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 我们的骄傲 我没关系的 我不用亲近神的 我不用读经的 我不用学习的 我不用领受神的话的 我就去做啊 去忙啊 去忙忙忙忙忙 忙到创墙 才来后悔 像浪子一样 不明白天父的心 自己跑了 眼灵神 不要亲近神 不要跟弟兄姐妹有交流 孤近作战 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大提醒 为什么 第二的第三节说 当我们就近水来的那一天 来一起说 我要听 他说什么 他要给我们保足 所以你要留意听神的话 吃那美物 得享肥干 心中喜乐 一起说 我的心要有喜乐 我告诉你 一个人心里不喜乐 是不苏醒的 整天闷闷不乐的人 整天忧虑的人 是不喜乐的人 对不对 所以他的灵就很沉睡 你看犹大 他越来越不喜乐 他跟随耶稣不喜乐 不喜乐 慢慢的就生气 也不化解 也不化解 也不饶恕 他越来越不喜乐 不喜乐 那最后沉睡到 蒙蔽到 愚昧到 把耶稣用三十两卖了 把人生最宝贵的 耶稣给卖了 这叫做沉睡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喜乐 再来第三节说什么 他说 你们当就近水来 一起说 彻丁 就必得活 我必与你们利 永耶 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一说 这就是神的救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在这 属灵的宴席 这个旧耶 是一个一表新耶 看下来 一起说 我要在属灵宴席里 原来我们已经在 这个恩典里面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 这个恩典能够聆听 有没有 能够得享肥干 心中喜乐 是可以的 圣灵里的喜乐 但是今天我们得了的人 旧约没有 旧约不是每个人可以得到的 对不对 他们要有特别是恩高的 才能够更多跟神单独的亲近 就大祭司可以进入圣殿 跟神献祭 普通人是不能的 可是今天我们不用付代价了 不用付什么代价 所以这个以赛亚书55章 这边是预言 将来耶稣的救赎过后 我们其实都不用付代价 因为过后他要讲道 这个人将会成为万民的见证 那个讲道是耶稣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只是要亲近他 一起说 神要你来和听 一起说我要来到神面前 我要听见他 懂吗 然后你来聚会 神我来聚会 我要敬拜你 我要听见你 这代表我们在被邀请万民来赴神的宴席 所以你会发觉很喜乐 一起说我会很喜乐 然后一起说我假爸爸 很饱足 有没有 如果你每天吃很多东西 你的灵没有吃神的话 没有来到神面前亲近神 我告诉你 你会很累的 很多人也不必要的疾病 因为他的灵软弱 他虽然身体很会照顾 他仍然有很多的疾病 因为他的灵不健康 就这个问题 所以西班牙书四章十六节讲 一起说我们来到神宝座前 得联系 蒙恩会 神是我随时的帮助 一起说我的灵也有神的同在 第三个 一起说我们的灵有神丰盛的同在 耶尔书三章十八节 到那日大山药低甜酒 小山药流奶子 由大西河都有水盐 必有全年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来 滋嫩四亭谷 那日是千禧年国度 那日的意思 千禧年国度 就是耶稣掌权的一千年 但是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一个 鼓励和推动里面 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候神恢复整个以色列国 所以他形容那时候的丰富 一起说丰富 大山会有低甜酒 一起说有丰收 跟你各位说神要让你丰收 明白吗 第二个 那个小山有牛奶子 他的意思是什么 那个草长茂盛 奶 哪里会有奶 哪里会有奶 羊奶 各位说羊奶 所以就什么 有这些的牛羊 动物来的大量的收获 这个奶的收获 如果当时候那些犹太人 那些牧羊人 他们养羊啊 养了羊 这么的 就是要收割奶 对不对 要有奶的收成 对不对 所以当时候我们看到吗 这个千禧年的时候是丰富 不只是有这个的丰收的这个葡萄 还有这个的丰收的这个奶 大量的奶 还有什么呢 这边讲到的 这个的油大西河有水流 一起说没有干旱了 没有干旱什么 四季有水啊 这代表什么 他说 所有的切 必有全年从严和殿中流出来 滋润 是神 是亭谷 也就是什么 懂吗 代表神的殿 神的同在 神的恩高 圣灵的大能 要一直的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所以每一天你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 你去做工神同在 你去读师神同在 你再接触任何人神同在 所以跟你们说神义同在 不用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的江河 要让我们有神同在 我们就不会沉睡 我们会苏醒 因为神同在 他会感动你 不可以 就好像桂林曾经 他信了主 他有神同在了 有圣灵了 但是不是很涌流 有一点沉睡 所以他就蒙着神的心意 有没有 就跑到那个赌场去 虽然没有人看见 牧师不知道 但是神看见 神知道了 神很爱他 对不对 当他想要赌的那一刻 什么事情 幻想有人讲什么 一句话讲什么 对了 丽莎都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吗 突然间有一个人 敲她的头 哎哟 你打我 没有嘞 突然间又敲多次 淡了 谁打我 没有嘞 只有我讲的 他就怎样 哎哟 哎哟 耶稣打我 哎哟 快点抱我 你看啊 这种调皮的人 就叫这样的 只有他是这样的 因为什么 他是很聪明的 他会转的 他会转进去这样的 所以神有办法 跟你们说 神与你同在 不要乱乱做坏事 你懂吗 牧师虽然不跟你住在一起 牧师的时候 在基睿也看不到 你有什么问题 不要在那边乱乱来 不要想不好的 阿们 阿雷 敬拜团开上来了 所以基督姐妹 你看到吗 哇 这全部是一员在 新耶的我们 神的灵的这种同在 将来天洗年神的同在 你看到吗 现在就可以经历了 难怪上个星期 我们总监都做什么 The fullness of holiness 就是说 神的圣灵的福被满意 一起说我要更多 我要渴慕 所以圣灵来 他就让我们可以 成为福音的使者 一起说 我能够成为福音使者 所以马太福音28章讲到 他要藏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70万民做门徒 然后马可福音16章20节说呢 当门徒们真的出去 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严历的去传扬福音 他说什么 他以我们同工 为什么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 我们不怕的 懂吗 不过他是极难杂症 我们都怕的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告诉你一些事情 打从我们认识那个文华 我们一直拜祷告 是像那个癌症的 也是默契癌症 我们三次见他 桂林可以做证 三次见他 他都非常非常的闷闷不乐 他就这样一直头滴滴 也不讲话 当然我们知道他很辛苦 呼吸困难 他的肝已经扩散了 癌症 整个脚也肿那天 他说告诉你 他灵里面开始苏醒 那天他忽然间讲一个很有智慧的话 他忽然间让我们很惊讶 忽然间一鸣惊人 他讲了一句话 有钱又怎样 他说有钱又怎样 一个很有钱的人 一个本来没有任何疾病的人 他醒悟了 一个人他在这样的一个光景 也未必会讲这种话 有很多癌症的人 有很多死亡边的人 来信耶稣要吗 不要啦 叫做灵里成熟 不要义书 但是他这个人房间开窍了 有钱又怎样 如果他还在靠着钱 他不会跟我们讲话 他会叫我们 你们出去 不要来我家 但是每一次我们按门里 都有人开门 除了他太太开门 他也愿意为我们开门 然后那天我们听他讲 没有人煮这个什么菜了 番薯叶给我吃 我要吃番薯叶 好像小孩子一样跟我们讲话 我要吃番薯叶 我要吃番薯 我说会讲这种话的有盼望 如果他什么都不讲 我不要吃 我什么都不要吃 有问题 所以最后我们各一天 贵人就爱心 讲到做到 就真的煮了番薯叶 还有番薯去给他 然后告诉你 我传简信给他之前 他都没有什么讲话 一个不舒服 那我们给了他 我就传简信 你不在 你出去是吗 我们拿了这个菜和番薯给你 他过后呢 他既然连答案 讲话的话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给你们听 所以那是短短一句话 但是我觉得他的灵苏醒了 他的人已经不一样了 跟之前的他完全的 一个不一样的态度 所以让我们这些 因为我们带着神同在 去关心他 我们不害怕 之前他很凶的样子 我告诉你 他好像一个 我们欠了他一百万的人这样 但是最后呢 他却跟我们聊起他的心事 他就跟他 我们说他的苦 他说我这个病啊 让我怎样怎样怎样 好 我给大家听一下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回应 所以很感谢神 我告诉你啊 我们每次找他都不讲话 不讲话 来祷告祷告 就这样咯 跟他祷告 然后有多两次 我带他接受主祷告 他还要我感谢主 他什么都不讲 也没有讲谢谢 没有礼貌 真的 你问贵的人对不对 但是呢 这次他讲 好的好的 谢谢 而且讲话很有力哦 哈利利亚 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跟你跟你说 你是有活水 有神同在的人 所以结语 来我们站起来 看结语 一起说 新酒要浇灌在我身上 我渴慕圣灵活水永流 因为圣灵使我们 苏醒在苏醒 快快苏醒 跟你说圣灵让你快快苏醒 圣灵让你快快苏醒 不是靠我们的力量 真的没办法的 你问我 我也没办法靠自己的爱心 就圣灵让我里面有活水 我有苏醒 我就应该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 我就很快的 做出正切的决定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下来 我们就要怎么样 一起说 我渴慕经历圣灵 我渴慕更多更大的突破 哈利利亚 我们继续受 哈利利亚 跟我这样来祷告先 亲爱的主耶稣 你就是生命的活水 我相信你接受了你 你使我重生 圣灵使我重生 圣灵在我里面 圣灵在我里面 是我生命的活水 我渴慕你 继续的涌流在我的心 让我的灵有圣灵活水涌流 使我有苏醒 使我不沉睡 使我能够恢复 使我能够有你的智慧 使我的行事里人不一样 使我能够听见你的声音 使我渴慕属灵的事 使我能够爱神爱人 活出你照我的意义 圣灵谢谢你 我渴慕你 更多浇灵我 更多的心急我 让我就是活水江河的生命 有神同在 生命有改变 有神的喜乐 把这个爱带给更多人 圣灵谢谢你 我渴慕你 我欢迎你 我渴慕你 好不好跟着牧师一开口 继续放烟祷告 祝你